台灣總統馬英九星期四登上南中國海有爭議的島嶼 太平島並發表談話表示太平島是島嶼而非岩礁 因此除了領海之外也有權提出經濟區及大陸招臣的主張 馬英九星期四上午乘搭軍用飛機前往南中國海有爭議的太平島 和島上包括海岸警衛隊員、醫務人員等 在內的台灣駐島人員會面 馬英九隨後發表說稱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對島嶼的定義 太平島絕非岩礁而是島嶼 台灣有權提出專屬經濟區及大陸招臣的主張 馬英九在談話中說到中華民國在太平島長期駐有人員經營及手臂 證明中華民國在太平島及周邊行使的主權 他說台灣解決南中國海爭議的具體主張是主權在我 各自爭議和平互惠共同開發 他也說到他去年提出的南海和平倡議及處理爭端的基本原則 已經獲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 美國國務院星期三表示對台灣總統馬英九視察太平島的決定感到失望 馬英九星期四返回台灣之後舉行記者會時針對有關問題時表示 台灣和美國的大方向都是一致 他說他早就說過 南中國海比東中國海要複雜很多倍 但總要一個開始 這麼多島嶼 越南佔29個 菲律賓佔9個 中國大陸佔13個 如果台灣只佔1個 或多一些馬來西亞 佔了5個 這樣一個情況是很複雜的 但是再複雜都總有一個核心 就是主權不容易解決 爭議或許可以各自 但是資源可以分享 台灣和美國在大方向上應該是一致的 他們去登島 可能會將關係升高了 這一點他看不出來 為什麼看不出來 他不是去那裡叫囂 說哪個國家要怎樣 他希望和平 他希望將太平島打造成一個和平的島 這樣醫院雖然不大 一共只有10個床位 不過在過去一段時間 也救助了20多位需要 急爛救助的病人 發揮了功能 馬英九還說他登島 跟兩岸關係沒有任何關係 純粹為了台灣在有關國際議題上 不要被降格 另外中國外交部發言華春瑩 在星期四的記者會上回應 南沙群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導 兩岸中國人都有責任維護中華民族的早產 太平島是南中國海南沙群島中最大的自然島 除了中國和台灣之外 菲律賓越紅越藍都堅稱擁有主權 菲律賓外交部發言人何塞 星期四也做出回應表示 菲律賓提醒所有各方 他們有共同的責任 避免採取加劇南中國海緊張局勢的行為